命令行的方式演示完了之后 咱们就给大家讲一下代码的方式了 再等等写一下 先跟这个笔记 使用代码方式演示识 当然了 命令行的方式你不一定要掌握 你知道你会这么玩就行了 不一定要想你下去也这么搞 代码的方式要掌握一下 代码的方式 我就在这个地方 创建一个普通的加码工程 这个地方直接写一个叫做 Transation Transation 这个地方提示是 我们要从一一的试图来切回 加码的试图 回来了之后 你要演示试误 你得先把 GDPC这种价都先给动过来了 不然的话 你这没法用的 把上面的Libre拿过来 放到这儿 然后咱们在CRUT图图里面 还有UTU工具类 咱们都把它拿过来 还有个Property 然后呢 Vibre呢 右键 ViewPath一下 接下来 在Properties里面 得盖一盖了 已经不访问什么了 所纠正了 我访问一个 Find 接着呢 你在这里边 我得测试一下 右键 建个包 Town.it 可以吗 点上 Test 那建一个Lane 这个Lane呢 如果呢 叫Test 占卜 那 Publet VYD Test Translation 一会儿你要想做一个单元测试 你得先把这个Junit导进来 添加一个Junit的LibreCode OK 在上面加上Test Test OK 那这儿怎么写呢 写基本的这个JDBC Utl 就点上 GetConnection 我们就得到一个Connection的对象 那 下面都差不多 一个样子 点上 RepearStatement Street 来个 Security 我们先看代码能不能工作呢 先查个简单的数 ACC 保证 那这个直接跑一场了 咱呢 为了让代码建筑 这里抓一下吧 等会把这个东西关了 好 那Ctrl1 得到一个PS 这里边没有任何问号 直接用PS点上Execute 然后得到一个ResultSight 我懒得去编冰了 算了 这里就行了 Y又学欢 那接着Rs点上 那意思 Rs点上Get 此顺 写上 Net 再加上 Rs点上Get Int 然后写上 Money 在下面的Final 里面 你把这个东西都释放下 把这三个东西放上来 PrepareStatement PS ResultSight ResultSight Rs C1N放着 PS 放着 ResultSight 放着 下面在这加上Final GDPC YouTube点上release 这个是PS 好 搞定 测试一下 光标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选这个单词 直接放到这儿就行了 OK 那现在 这测试的代码没啥问题了 那这只是查询工作 查询 我先问一下 多问一句 查询需要用事物吗 这只考察思想 都没说 就考察大家的思想 大家认为查询要用事物吗 那什么情况下才用事物 有修改的时候才用事物 你查询的时候用不用事物 反正你也不会对我的数据 有什么影响 所以查询不用写事物 那现在呢 我得改一改了 我不查东西了 在这儿我不查东西了 我干啥呢 我想转一下账 这转账呢 写的这次求决跟刚才一样的 update 然后table 然后sat money等于money 减 减多少 我先找个问号吧 然后where 这个id 等于 多少 那我先直接这么起了 得到ps之后 点上sat 第一个是interaction 减一 我说让它减一百 那谁点呢 sat interaction 我说你这是id为一的人减 注意这一道代码代表的是 扣钱 扣谁的钱呢 扣这个id为一的一百块钱 但是注意这还没有执行 你得用ps点上execute conflate 你走这一行代码代表才能够扣钱呢 好了 那这扣钱呢 我也得价钱 那价钱怎么走呢 把这个 再拷贝往下 这是扣钱 然后在这呢 你在这个负的一百就 减减 不知道会不会用算减减呢 如果不会你把这个变成加了 然后这个应该会呢 咱们先看上边这个吧 把这段先住了 先看这段能不能成功吧 右键 双一下 双一下 可以不 那我把这房门了 一千 或者是这个变成叫一千一 然后这个变成九百 等会正常成功 它肯定两个都变成了一千 那打开第二个 好 那接着用钱 这个id是 这个代表的是 不是抽签 代表是 加钱id为2 给id为2的 加100块 用键运行 绿条 没错 绿条到这找一找 刷一下 可以不啊 可以 那现在这个地方就简单给大家博弥了一下 转账的这个动作 但是 现在有了这么一种情况 在你刚扣完钱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呢 它有了个异常 这异常我就直接写什么 英特A等于10除以6 就整个这么一个异常 但有异常下面这代码还有指定吗 那家 不会了 那现在我们先看这边的数据 那代价的都还是一千啊 那现在右键运行 你看这跑一场了吗 这是 跑一场 那就直接跑到下面那个catch一块了 那来看一下这边呢 刷一下 就剪了就外啊 这该剪的还是得剪的 这下面这个是什么没加呀 那现在呢 就丢失了100块钱 那怎么解决这个东西呢